熟悉清朝历史的都知道,清朝在乾隆皇帝之后就一直走下坡路,在之后的皇帝中没有能扛起大梁的。 可是这并非因为皇子中没有人才,只是最有才能的皇子没有当上皇帝。 就好比这期视频要介绍的这位,他就是公亲王爱新爵罗一新。 一新到底有多厉害呢? 如果当初他当上了清朝的皇帝,八国联军根本就不敢靠近北京半步。 公亲王一新是清朝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。 一新由于天资聪颖,性格果断多谋,因此颇得道光皇帝的喜爱。 道光皇帝在选择继承人的过程中,十分破费脑筋,在很长的时间里难以抉择。 道光一生共有九个皇子,不过到道光立储的时候,皇长子、皇二子、皇三子都已去世。 而皇五子过季给了敦亲王勉恺。 皇七子、皇八子和皇九子都才几岁,不具备成为储君的能力。 所以,道光真正可以选择的,就只有皇四子一主和皇六子一新。 那么,这两个皇子的条件具体如何呢? 首先看看皇四子一主。 一主的生母是孝泉城皇后,一主自幼出过天花,一脸麻子。 另外,一主在做皇子的时候,有次在南院打猎,不慎从马上跌落下来,伤了腿骨。 虽说得到御医的救治,但却落下了博足的残疾。 除了外形欠佳,一主资质平庸,在学习和骑设上也毫不出众。 可以说,实在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。 接下来,我们再看看皇六子一新。 一新的生母是静贵妃,也是在孝泉城皇后去世后,统设后宫多年的实际掌权人。 一新生的一表人才,而且天资影异,文武皆备。 就连一主的老师杜寿田也承认他是万里挑一的好苗子。 这样一比较的话,皇四子一主和皇六子一新谁忧谁烈,一目了然。 那么为了大清江山的前途着想,道光皇帝用脚趾头也应该知道,到底该立谁为储君了吧。 可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,他为什么确立了不论外形还是才干都不出色的皇四子一主呢? 其实道光之所以要立一主无非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。 原因之一,一主子平母贵。 孝泉城皇后并非生了一主之后才受到道光的宠爱, 而是她从进宫开始就一直很受眷顾。 根据青史稿中的记载,孝泉城皇后十六岁的时候以秀女的身份入宫。 她凭借青丽脱俗的气质吸引了道光,并从贫的起点开始晋级。 此后她又不断得到晋升,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晋升为仅次于皇后的贵妃了。 所以,孝泉城皇后起点比别人高的原因,全靠她自己。 整个清朝论谁进风的最快,可谓非她莫属。 并且人家还真是没有靠什么玉四有功这样的由头。 此情此景,只能说道光对她是真爱呀。 正是因为道光宠爱孝泉城皇后,所以在道光十一年,孝泉城皇后生下了一主。 道光在此刻老来得子,所以对一主也是十分的关注和疼爱。 后来由于道光也是个偏执的男人,凡事都要她说了算。 孝泉城皇后统设后宫之后,在工作处理上存在诸多让她不满意的地方。 也可以说,后宫不管大事小事,道光都要叽叽歪歪啰嗦两句。 孝泉城皇后天天被她批评,内心极度压抑,最后郁郁而终。 这让道光颇有些觉得对不起她。 所以在立楚的时候,立一主为储君,难免有这方面的原因。 原因之二,一主是实际意义上的长子。 清朝在立楚的制度上,一直是立贤不立长,但由于受儒家文化影响自康熙皇帝起,都曾有过立嫡子为继承人的举动。 道光自己就是嫡次子,由于嫡长子早邀,他便成为了实际的嫡长子。 而他之所以能继位,正是守成的嘉庆帝特别看重嫡子的缘故。 因此,道光继位后,由于皇长子、皇二子、皇三子的相继去世,皇四子一主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长子。 再加上生母又被禁封为皇后,因此一主的嫡长子身份,在无形中得到了大家的默认。 而道光也将她视为自己嫡出的儿子,最后选她为继承人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。 原因之三,遵守立贤祖制。 前面说到清朝有组制,立贤不立掌。 康熙立楚的时候,先是立嫡子印人为太子,后来废掉他后,又以贤为标准。 最终立了人孝的皇四子印真为接班人,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。 由此可见,优点人孝,也是作为接班人的考核之一。 义主虽说资质平庸,各方面都不如一心,但他有个好老师杜寿田,另外他还是个好演员。 为何要这样说,有下面两个故事可以解释?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道光带皇子们去打猎,想看看他们的骑射能力到底如何。 这是一心的强项啊,所以一心撸起袖子使劲干。 等活动结束的时候,成了当天捕猎最多的皇子。 而义主却两手空空,他根本就没有去捕猎。 道光看到后,很是奇怪,于是便质问义主咋回事。 结果义主说道,现在正是万物生发的春天,许多动物的腹中都有幼崽。 此时去捕猎,不光死掉了成年的猎物,而且连他腹中的幼子也会遭遇不幸。 我仔细想了又想,这太残忍无情了,实在是于心不忍呀。 道光一直想做个明君,听了义主这番话语,当然觉得好有道理。 于是,结果便意外反转了,义主成功设立了仁爱形象。 反过来捕猎最多的义心,莫名其妙,就成了残忍的代表。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,道光得了重病,觉得自己就要厌弃了。 所以他把义主和义心召来问话,也是想最后敲定立谁为接班人。 义主和义心到来之后,道光问了点治国安邦的问题。 这是义心的强项呀,所以义心滔滔不绝,说得有条有理,极有见解。 反观义主呢? 他只是跪在地上,用关爱生病老人的眼神看着他,同时替泪不止,痛切非常。 道光看到义主哽咽不止,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模样。 心里很是感动,觉得他很孝顺。 这样一来,义主又反转了结局。 反过来强于调陈时政的一心,他滔滔不绝的表现,就成了不关爱生病老人了。 仔细想一想,亲爹都重病不起了。 此刻不去嘘寒问暖,还在那滔滔不绝,说什么正物,这明摆着,不是白眼狼吗? 可是义主之所以有这样的孝顺举动,正是他的老师杜寿田给出的主意。 正因为以上三点原因在这场皇位竞争之中,资质平庸的义主就靠着人爱和人笑,打败了文武全才的一心。 最终得到了道光的认可,成为清朝第七任皇帝,也就是咸丰皇帝。 可是让道光皇帝没有想到的是,他的这次抉择,不仅影响了大清王朝之后的发展命运,更是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。 公亲王一心虽在皇位竞争中失败,可是他仍然被道光皇帝所看重,毕竟太有才华了。 道光皇帝临死前特意留下一命,嘱咐咸丰皇帝要重用一心让其进入军基处。 四子一主即位成为咸丰皇帝之后,清王朝的内忧外患正在加剧。 在南方地区,太平天国起义声势浩大,不仅发展到定都南京,与清王朝形成了对峙之势,而且还派林凤祥离开方北伐,一路打到了天津附近。 公亲王一心果然不负众望,在咸丰一朝多次扭转乾坤。 当年太平天国攻打北京的时候,正是公亲王一心率领军队及时御敌,这才消灭了北伐大军,保证了京师的安全。 而且当时的西方列强也对古老的中国虎视眈眈,垂涎已久,不久之后便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 后来,英法联军攻陷了北京城,咸丰皇帝便率领文武大臣仓皇陶窜,只留下了公亲王一心去应对。 之后,一心多次与洋人进行谈判和周旋,这才稳定了局势,并且获得了洋人的信任。 而公亲王一心也通过这次机遇积累了重要的政治资本,为后来的洋务外交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。 公亲王一心不仅性格果敢,而且更为难得的是,思想非常开明。 在晚清的政治变局中,洋务运动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话题。 这次运动首开中国自强求富之路,虽然最后的结果很失败,但是却为后来国人的思想启蒙和民族独立做好了铺垫。 而一心则是这次运动的核心人物,正是因为一心的强力支持才使得洋务运动能够顺利开展。 这也使得李鸿章、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有了很大的用武之地。 公亲王一心在晚清政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 由于他的威望太高和太强,之后便逐渐受到了慈禧的提防和排挤。 后来,慈禧多次想要将这个昔日的同盟伙伴排挤出局,但是最终却以失败告终。 以一心的能力而言,他是当初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。 因为在鸦片战争之后,只讲人笑的守城之君注定无法挽救危局。 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刻,恰恰正需要一心这种目光长远,思想开明,能力卓著的君主来力挽狂澜。 可是当年道光皇帝一个错误的选择,最终筑成了大错。 如果当年一心继承皇位,或许后来就不会发生八国联军侵华事件。 清王朝很可能和日本明治维新一样,开展自上而下的政治军事改革,而不会被列强所瓜分。 慈禧太后其实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。 公亲王一心晚年病重的时候,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三次前去探望。 在1898年的时候,公亲王一心去世。 慈禧和光绪非常悲痛,下旨辍朝三日。 而清王朝也在几年之后走向灭亡,最终被尘封进了古代历史的最后一页。